民众与政府之间常常会透过数位服务互动 在使用这些服务的过程中 也许有些人有改善的想法或是关于安全性的疑问 但该怎么参与其中呢? 即将推动的公共城市政策将可以实现公众参与 让公共软体程式码公开释出 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检视 甚至修正这些数位服务的系统程式码 这将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品质 在code.gov.tw网站上 可以看到各机关已经公开的公共城市 点击更多细节可以看到示范网站 系统功能展示图片及说明 或者授权方式等内容 找到你想参与的公共城市后 可以给予意见回馈或提供专业技术协助 issue是平台上的重要功能 类似网络论坛的讨论区 让有权限的协作者 可以针对特定城市提出意见与讨论 无论是回报错误 建议新功能 甚至指示提问或寻求帮助 都可以透过issue完成 以下是如何建立issue的说明方式 一 注册或登录平台 二 在想参与的公共城市页面里 找到issues标签 并点击右上角的new issue 三 填写issue的标题和详细描述 尽可能清晰地说明您想提出的意见 或是遇到的问题 如果项目中已经有相关讨论串 则可以按照讨论串上的指引加入回复 填写完毕后请点击 Submit new issue进行提交 四 送出issue后 会由该公共城市的管理人来回应 敬请耐心等候 Pool Request是平台中的通知机制 允许专业协作者告诉其他人 有一段代码已经完成修改 目前各政府机关的公共城市 提供不同程度的参与形式 因此 若是您想要投入专业协作 包括进行代码审查 讨论和改进 请直接前往想参与的公共城市 查看是否开放Pool Request 若您为产业或学术单位 希望进行更深度的合作 如共同发展示范案例 研究公共城市相关的规范等 或是任何其他想法 都欢迎联系数位发展部 若您想更了解公共城市政策的推动 与未来发展 也可以查看网站中的未来规划页面 在评估现行制度与深入 研究各国实施公共城市的细节后 将会循序渐进 提出逐步完善的政策与资源 也会将政策再次发布 让想参与的民众更加了解 目前政策推动的状况 数位发展部鼓励全国数位高手 加入公共城市的开发和维护 让你我一同打造最适合 和您我想象的政府数位服务 诚挚期待您的参与